继联邦警察进驻波特兰之后 当地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 似乎变得更加不受控制 只是最近的一条推文 终于让大家看到了事态缓和的希望 7月29日 美国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发布推文称 在与副总统和其他人讨论过后 此前特朗普派往波特兰的联邦警察 将于30日开始撤离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以及美国入境与海关执法局的所有人员 将离开波特兰 此次联邦警察进驻波特兰 是特朗普一手促成的 他还在激起民愤的情况下 做出了再次派遣联邦警察的举动 所以这次特朗普政府能同意撤警 让布朗感觉很惊喜 他在30日早晨公开表示 政府终于能听到他们的诉求了 但是撤离是有条件的 波特兰市长泰德·惠勒表示 当地警察需配合联邦执法人员 将抗议区进行清场 才能达成撤退协议 7月29日晚 联邦警察奔赴法院大楼附近 警方使用了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 驱散抗议者 30日凌晨 联邦警察和当地警方 共同进行清场行动 他们持续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 迫使抗议者从广场离开 波特兰警方随后发出警告 凌晨5点38分前 在场的所有抗议者 必须离开广场 否则将被逮捕 截至早上6点 清场行动基本完成 虽然本次活动已经算是顺利完成 但是有记者从现场波特兰警方了解到 联邦法院大楼前的广场将会暂停开放 但是还存在抗议者 在警方撤离的情况下 再次返回该区域的可能性 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 抗议者会不会再次返回该区域 但特朗普显然已经针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思考 并且已经拿出了解决方案 据悉 在俄罗冈州州长宣布 联邦警察将撤离之后 特朗普发布推特 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他先是对派遣联邦警察的举动 大肆吹捧了一番 声称如果联邦警察没有进入波特兰的话 波特兰将不复存在 早就被夷为平地了 紧接着他对抗议者和当地政府 说出了极具威胁性的话 如果州长和市长不能马上 制止那些抗议者的犯罪和暴力行为 联邦政府就会介入 代替当地的执法部门 做应该做的那些事 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位 执着于武力镇压抗议者的总统来说 此次撤警必然不会那么痛快 那么能说出如此赤裸裸的威胁性的话 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从特朗普派遣联邦警察以来 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本次撤警让当地政府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不过鉴于特朗普的威胁 以及抗议者重新开始活动的可能性 当地政府能轻松多久 就不得而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